大家好,我是Grace,我来自JB,今年51岁 然后像我们的主持人讲 其实女生也是会有健康问题的 然后呢,原来我其实我以前很喜欢跑步 但是我跑步我不能跑很长的 我可能跑一下我就要停了 然后甚至我其实在上一个,在去年 我跑步我甚至会胸口好像针刺这样 刺我,刺我这样,很痛 然后后来我记得 我其实是在我们的LS这样出来的时候 我就听了一个见证 那时候我听那个见证呢 他讲他每一天喝两包 我就开始,我讲我会有胸口刺痛吗 这样应该是血管,我也是担心 因为毕竟40多,50岁了 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在喝了两包的时候 我在喝了两包的大概是三天四天 我在跑步的时候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 竟然我的胸口没有刺痛啊 而且我可以跑比较长啊 还有就是我早上,我早上每一天起来啊 我就会手啊,我的手很僵硬 然后我这样子弯曲的时候 我的手指会痛哦 然后我以为是关节嘛 这种是以为关节 我甚至以前啊 我其实一直以来我的呼吸系统不好的 我是跑步 不管我是跑步,我上楼梯 我住四楼嘛 然后我上楼梯呢,我都很喘的 我甚至哦,我跟朋友讲话很紧张,很快哦 我也是很喘的 他们问我,为什么你这样喘的 我就不知不觉他会这样子的啊 那个会有这样喘一下的哦 然后那时候真的以为是 就以为肺不好嘛 原来其实血管也是有影响的呢 在我喝了这一个LS样过后哦 在这一个期间啊 尤其MCO啊 因为我们都要戴口罩嘛 戴口罩我上楼梯哦 四楼我都很喘 然后如果我戴口罩 我感觉东西好像盖住有点呼吸 不是这么顺畅啊 哎,我在喝了这一个阶段哦 我其实在喝了一泡过后啊 我发觉哦 我甚至现在哦 我去跑步哦 我胸口不会吃痛了 然后我的手已经没有那个症状了 甚至哦 我没有想到也帮助我整个呼吸哦 我跑四楼呢 我我上我的四楼呢 我都不会喘 而且我还是戴着口罩的 我都不会踩下来 我一直跑上来楼上的 还有就是我其实哦 一直以来我以为是 呼吸系统问题 原来不是啊 是我的心脏 半血啊 不够啊 所以哦 无形中啊 我在喝了这个通血管 真的改善了我的胸口 刺痛问题 包括我的手啊 会僵硬问题 甚至连我的呼吸系统也改善了 我的整个气色全部都改善了 所以哦 其实LX这样呢 真的真的帮助到 无形帮助到我们的健康啊 也最重要哦 这个产品哦 不只是我喝啊 我也给我妈妈喝啊 我的妈妈已经85岁了啊 我都有给她喝啊 因为真的这个产品是帮助我们健康 也帮助我们家人健康啊 所以我的分享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谢谢 谢谢